安播足球快信 2021年7月24日 日本女足食硬英国女足 星期六傍晚 奥运女子足球赛分组赛继续展开争夺 新处A组的日本女足 将主场迎战英国女足 作为东道主 强大的日本女足 首秀居然赢不到球 球员满腹怨气 今次迎战临时组建的英国女足 日本女足一定要赢球赛分 日本女足近十来年发展迅速 已经成为足坛一流强队 他们现在世界排名第十位 亚洲第二名 紧落后于澳洲女足 历史上 日本女足参加过八次女子世界杯 还曾经在2011年成功夺冠 也是亚洲第一支 获得这项荣誉的队伍 而在奥运女子足球历史上 日本女足也有参加过四次的经历 当中在2012年夺得亚军 他们在这项赛始终极具竞争力 今届奥运女子足球赛 日本女足在东道主身份 球队当然希望在本土夺冠 可惜分组赛 首轮面对实力不错的加拿大女足 近期完成连场入球的球星岩渊真奈 未能帮助日本女足拿完三分 日本女足想要在分组出线中占据主动拳 次轮就必须在英国女足身上摘得胜果 英国女足上一次参加奥运女子足球赛 还要追溯到2012年 当时他们只是分组出线之后 就止步半准决赛 之后英国女足多年来没有征战过比赛 今次出征奥运女子足球赛的队伍 也只是临时拼凑 恐怕没有默契可言 虽然分组赛首轮战胜至利女足 但对手的世界排名在37位 其实力之弱可想而知 所以英国女足获胜的含金量并不高 今次挑战强敌日本女足 英国女足的赢面不被看好 我们是安播足球快讯 多谢你的赞同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